亞洲冬季棒球聯盟15號 在台中洲季棒球場舉行季軍賽 上演台灣內戰 魏純龍隊以7比0完封中職聯隊 獲得季軍 我覺得今天是很完美的一場比賽 對我們這個球隊現階段來講 因為不管是投手 打擊手臂 跑雷 幾乎是表現得很好 這場比賽先發投手徐若曦 表現亮眼 攪出五局無失分的好成績 開心奪下東盟首勝 很開心 終於拿到第一勝 前面幾場感覺自己都還沒有進入走 後面慢慢的去習慣這種比賽的節奏 就知道那個點在來 東盟賽事落幕 魏純龍隊第四棒達者黃波豪 打擊率四乘三一 高居六隊選手排行榜第一名 讓他大幅提升自信 對於未來規劃 他希望能加強守備能力 四乘三一 我覺得這個數字覺得自己有點像 嚇到的 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什麼事 你自己之後有沒有什麼想法 就是希望明年會有多一點守備機會 魏純龍今年重新加盟中職 付出後在東盟賽以季軍作收 未來會有什麼表現 各界十分關注 中央設計有裝新聞楊啟方 台中報導 好 謝謝 好 謝謝